怎么会有这么多个灵 是我的机器坏了吗 请问哪位是顾千千 您点的奶茶到了 去 千千正忙着拒绝渣男呢 千千 知道我和唐僧有什么区别吗 唐僧取精 而我娶你 你知道你和沙僧有什么区别吗 他叫沙僧 你叫沙雕 你知道你和猴子有什么区别吗 猴子住在山里 而你住在我心里 你知道你和猪八戒的区别吗 没区别 笑死 这个沙雕就是圣家大少圣虚吗 听说他可是圣家独子 身家上千万呢 圣虚 这名字听起来可真虚啊 而且长得也磕沉 哪里配得上我们姑总啊 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一个全靠爹娘的顽固大少而已 在我眼里 勤劳的外卖小哥都比你强百倍 刚才没戏看 原来这外卖小哥长这么帅呢 就是就是 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 却还这么勤劳 简直比某圣虚强上一百倍呀 嘿 你们是眼瞎吗 一个社会底层的垃圾而已 有什么资格跟本大少相提并论 这位圣虚大少 说句实话 我长这么帅 你长这么丑 我其实也不太愿意跟你相提并论的 你个死外卖老 本少爷千万身家 分分钟能弄死你信不信 我今天就让你明白一个道理 有钱就是可以为所欲为 住手 小哥你把外卖放桌上就赶紧走吧 他是圣家大少 你得罪不起的 听到了吗 老子就是你得罪不起的人 你想走也可以 但是嘛 你必须从我的裤裆底下钻过去 否则三天之内你会莫名其妙的摔断双腿 然后可以好好享受一下医院的WiFi 简直无耻 顾小姐 这种人渣你是怎么认识的 他根本配不上你 还不是我平时工作太忙 没时间找对象 家里着急给我安排相亲 就认识了这个浪荡子 不然我压根都不会理他 顾小姐如此优秀 何须相亲 你可以试试心欲啊 正适合你这种想真心找对象的 啊 那是什么 你看呐 我最近就在用这个心欲 认识了好几个不错的女孩子 上面能看到特别多附近的单身美女 单身帅哥 年龄条件各方面都合适的不少呢 关键这些照片都是真人认证过的 女生漂亮又温柔 我喜欢哪个就能直接聊 你试试用这个心欲找找看 她是靠谱人品也好的男生不少呢 但我比较害羞 不太会聊天 那更合适了啊 你看呐 这个心欲上交朋友都特别热情 就这一会可多美女跟我打招呼了 聊得来就能见面 你看我前段时间认识的这个女生不错吧 我们还说好了这周出来一起看电影呢 真能谈成啊 那我也想试试看 小子你胆子挺肥啊 裤裆还没钻呢 还敢给我找情敌 不是你说的吗 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 有钱的确可以为所欲为 可那跟你有关系嘛 你这臭送外卖的 估计一辈子也享受不到 有钱人挥金如土的快感 那好 敢不敢跟我打个赌 你想怎么赌 顾小姐 请问你们店最贵的珠宝首饰是哪间 要说最珍贵的 当属我们的镇店之宝永恒之心了 这是一队用极品稀释篮钻 经大师之手制作而成的耳坠 去年我花了三百万拍卖得来 那就它了 规则很简单 咱俩公平净拍 价高者得 不过如果谁输了 那就得赔给对方自己最后一次罕价的全额 敢完吗 切 这句话应该我问你吧 你个穷屁如果只能叫价千八百块钱怎么办 本少爷可不差你全部身家当零花钱 自然是三百万起拍 我要是拿不出 你可以断我手脚 这可是你说的 今天就算挣不到三百万 老子也能把你这穷屁打断手脚扔出去 怎么算都不亏 我先出价 四百万 哇 不愧是盛家大少 这一出手就是四百万 果然豪气啊 这才叫富豪啊 豪至四百万连眼睛都不眨一下 反观这个穷屁万万人 别说四百万 我估计四万块都没有吧 我出价 一千万 一千万 外卖小哥竟然直接加价到一千万 他竟然这么好的嘛 怎么可能 你看他这一身黄马甲 怎么看都像是在强行装批啊 别装了 你要真有一千万 还会骑破电驴送外卖吗 忽悠傻子呢你 不就一千万吗 让你说的像是多大一笔钱似的 千千对吧 这张卡你刷一下 然后告诉这位肾虚大少 里面够不够一千万 你确定吗 我们做生意可是以诚信为本 是不能帮着你骗人的 没错我确定 一会你看到的余额是多少 如实相告就行 怎么会有这么多个灵 是我的机器坏了吗 再刷一遍试试 怎么还是跟刚才一样 各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 天呐 七十八万亿 居然是七十八万亿 虽然我见惯了拍卖会上 豪质千金的大场面 但这可是七十八万亿啊 这个金额真的是真实存在的吗 怎么样 够一千万吗 够 够的 盛大少 该你竞价了 怎么会这样 难道这小子真是个隐藏的富豪 可我都已经把牛吹不去了 绝对不能认怂啊 嘿 没准这小子是家里拆迁 才有的一千万呢 对 一定是这样 我今天非得跟你死磕到底 让你输的裤衩都不剩 我出价一千二百万 两千万 我靠 一张嘴就加八百万 你他妈到底是有多少钱 我还就不信了 我能被你一个臭送外卖的干输了 两千一百万 我不信你这盛序大少能有两千一百万 要不然你也刷一下 嘿 刷就刷 抱歉 你卡上余额只有一千五百万 怎么可能 我明明记得里面有三千万来着 什么时候就剩一千五百万了 堂堂盛家大少 竟然输给一个外卖员 这可真是太好笑了 什么外卖员 你没看到人家这云淡风轻的高贵旗帜吗 人家这是顶级富豪体 因底藏生活来了 你个臭送外卖的 给我等着 我这就叫人送钱了 喂四哥 小弟遇到难事了 您马上带着兄弟给我送钱来呗 就在故事珠宝行 越快越好